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时间流始 注意 这是个不及无动词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elapse elapse 时间慢慢流始过去了 当然用这个词表示时间流始 是咱们写作中一个好选择 因为它非常的文言 生活中很少 口语中很少用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三年过去了 三年过去了 但是我们口语中用时间流始 很少这么文言 我们一般可以用通俗的版本 比如说可以直接用动词段语 go by 或者pass 但英国人都用pass 美国人都用pass 都行 三年过去了 我们更通俗的时候 可以说 三年过去了 可以这么来说 那么为什么 我们专门说一说 这个elapse这个词呢 因为这个词里边 又是出现一个重要的字根 就是后面这个lapse 我们记住 如果出现了 laps这个lapse 这个字根 它一般的意思表示 slide 表示滑的意思 表示滑 因为这个slide 本身做动作是滑的意思 lapse 表示滑动 你看这个elapse 为什么表示时间的流始呢 我们知道后面的lapse 表示滑 前面那个字母意呢 字母意可以表示 向外出去的意思 刚好滑出去了 这时间 顺着这个手指的份滑走了 时间流始掉了 这个非常形象滑出去了 没了 对吧 我们可以再多看一些相关的词 你比如说后面那个词 叫倒塌 坍塌的意思 这是我们四六级词汇 考研有 大声读一下 collapse collapse 我们知道co 不管是co 还是co in 还是col com 它的意思都可以表示在一起的意思 一块往下滑 倒塌了吧 整个这个大厦一块向下滑 滑 坍塌 倒塌了 所以倒塌 用这个clap这个词 用滑这个词做词根 这非常好理解的 同样呢 我们再看这个词叫 relapse relapse 刚好呢 是回去了 滑回去了 因为我们知道字幕组和re可以表示向后的意思吧 是back 所以刚好翻译成倒退或者退步 表示倒退退步了 我们再大声再读一遍 relapse relapse 大家可能还记得 李老师说过 这个re做字头呢 有两个意思 be的意思表示again 再来一遍 第二个意思表示back 向回的意思 在这个里边 这个re表示back 向回 滑回去了 刚好咱们翻译成倒退或者退步 我们再读一遍 relapse relapse 所以relapse into bad habits 咱们翻译成重染恶习 又滑到以前的旧毛们里边去了 重染恶习 大家顺便记住 这个重要的词根 lapse 以后我们表示时间的流逝 可用优美的动词 elapse 就好了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看到这里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